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云浪都还是偏多 而且也有飘起一些零星的小雨 那么在相较之下 被风测的中南部地区 天气就稳定许多了 今天都有阳光露脸 是非常舒适 日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那么月季呢 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很类似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正月 不过呢 礼拜五礼拜六 大环境中会转成偏东风 到时候呢 全台各地气温就会明显的往回升 而且也都会明显的放晴 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 会落在礼拜天的下半天 可以看到 新的一波风面云系会通过影响台湾 到时候 全台各地又会再度转成有雨的天气了 好 所以来看一下 明天呢 预计天气变化跟今天差不多 主要就是在大台北地区 跟宜兰地区 因为是位在东北季风 迎风面的位置 所以还是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跟东南部地区 则是维持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 一直到礼拜六哦 整体来说 除了在东北部地区 还有一些短暂降雨之外 西班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 就像刚刚提到的 会落在礼拜天的下半天 一波新的这个水气风面 逐渐的接近通过台湾来 到时候呢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周末假期安排活动 就要多注意了 礼拜天的天气 会是比较不稳定的 好我们进步来看一下 预计呢 接下来这几天 主要降雨的位置 都是落在了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哦 特别呢 是在这个礼拜天 刚刚提过了 主要呢 就是受到新的一波 风面雨性影响 几乎是全台各地 都会出现明显的雨势 大家就要多加注意 礼拜天外出 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至于在这个温度趋势变化的部分 明天的气温 跟今天差不多 北部地区呢 都是比较湿湿两量的天气状况 礼拜五开始呢 大环境转成偏东风之后 气温就会明显的往回升 就连北台湾中午的高温 也可以回到20度以上 所以整体来说 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的白天呢 北部地区会有一个 好天气的空档 建议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把握 很快的礼拜天的下半天 开始就要变天 而且又要开始转凉转冷了 好那么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一样 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属于日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在礼拜天之前呢 都是白天很温暖 但是早晚比较偏凉的天气状况 南部地区也是中午的高温 都可以来到25度26度左右 只是下个礼拜一 新的一波冷空气南下之后 气温也会略微的往下滑一些了 好所以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呢 最主要下雨的地方 就是位在了东北风 迎风明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云浪偏多 局部地区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那么西半部地区呢 整体来说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了 最后大家一点叮叮跟建议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明天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是相当的湿了 那么在西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呢 还是很勤劳 但是日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早晚外出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呢 几乎是全台各地 都会明显的回暖转晴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这样子的好天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